网传中共近期正在大量印制假美钞 以解当下外汇储备宾威的燃眉之急 同时霍乱美国经济市场 自媒体消息说 中共已出动印钞厂 准备将过万亿假美钞投放全球市场 消息认为 中共与西方国家正进行第三次世界大战 货币战将是第二波战役 疫情战打到现在 中共要下狠手了 美国批准投放救灾美元到市场上 中共在二月中旬已经算出来了 当时中共国家队就出手了 消息称 中共企图以大于十倍的方式 印制假美元投放市场 这不仅可以解决中共外汇储备宾威的燃眉之急 一旦经央行以结算方式进入市场后 还能令全球金融大乱 当年 中共在跟国民党争夺大陆的时候 打江山时 它借用过苏联的印钞机 印了很多国民党 国统局的金元券 打垮了中华民国合法的货币体系 中共实际上就是一个真正的叛乱团体 它借助于外国的力量 苏俄的力量 把国家的货币体系砸垮了 它也把国民党给打垮了 篡夺了中国大陆的政权 现在中共会不会再印美钞呢 据分析人士认为 这个可能性并不是没有 而且这种手段也符合中共的一贯的造假做法 朝鲜金正恩政权 一直在偷偷印美钞 有报道说 美国政府 美国财政部 负责保卫总统的人 他们负责调查印假钞的人 他们很头疼 因为朝鲜当时印的100美元的钞票 印的相当的像 几乎看不出来 朝鲜跟美国是公然的对立 反正就是破罐子破摔 美国在制裁它 它就印假钞搞乱美钞 它印几亿 几十亿 几百亿就够用了 朝鲜是通过它的外交官来洗钱 把这个假钞带到世界各地 美国 欧洲和其他国家 然后再想办法用出去 花出去 朝鲜一直在做 其实中共比朝鲜还坏 所以 印美元既能霍乱美国市场 也能为自己谋取暴利 何乐而不为呢 目前多个消息来源 均指控中共一直在印制面值小的假美钞 或印假美钞在亚洲国家发行 1月31日有报道说 美国联邦海关及边境保护局称 在一个中国进口的货柜中 查获45箱面值1美元的尾钞 正透过铁路从加拿大运输进美国 总值90万美元 在美国购物会看到 收银员如果拿到100元 50元面值钞票时 通常会拿尾钞辨识笔画一画 或凌空照射查看防伪线 因为市面上的伪造美钞多以大面额为主 但小额伪钞几乎没人会去查看 郭文贵也曾爆料说 在过去几十年 中共印制了很多假美钞 仅葫芦岛的硬币厂 就能令美国人震惊 中共把这些假美钞拿到东南亚使用 3月底 推特上也有人爆料称 江苏昆山钞票厂 近来进口了大批的麻 印制人民币不需要麻 只有美钞采用 河北保定印钞厂也出现了 几个可能是朝鲜来的 生产假美钞的专家 根据今年1月美中之间达成的 第一阶段贸易协议 在2017年的基础上 中共每年要向美国增加购买 2000亿美元的商品 关于这个协议 据分析人士称 中共基本不会履约 川普政府加增 惩罚性关税几乎难以避免 美中新一步贸易战一触即发 综上所述 中共为了应对新一轮的贸易战 大量印制假美钞 就成了它的一个重要策略了